为了慰绕本县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员们的辛劳激励工作士气 环保局特别在三鼎会馆来办理112年宜蘭县清洁队员节的庆祝活动 县长林之庙以及环境部主任秘书施胜君都亲自出席 感谢这些不畏风雨日夜持续为环境清洁 以及环境回收贡献经历的环保兼兵 至上最高经历及谢益 而环境部长薛富胜也特别透过影片带来祝福 感谢各位清洁队员长期以来的付出奉献 让宜蘭县能够成为全国最幸福指数 在三名里面这个都是你们的功劳 感谢你们我们赚的钱最辛苦 但是我们赚的钱最神圣 因为宜蘭县能够让宜蘭县能够让宜蘭县好 所以各位清洁队员你们辛苦 当每年的10月25日定为清洁队员节 向全国三万五千多名的清洁队员们 赐上最高的谢意与敬意 环境部为了交强照顾清洁队提升工作形象 108年到111年购置五套工作服 以及一套透湿防水工作服 今年再加码购置一件保暖背心 以及两双防晒袖套 让大家在寒冷的天气出勤时 可以保暖守护队员 另外我们也逐年派旧换新老旧的垃圾车 近五年已经派换了458辆 让队员们在作业的时候更加的安全 贵中特别颁证清洁队员的工作服 包括冬天预寒的背心以及袖套等等 以表达环境部与宜兰县一同照顾清洁队员的心意 活动也表扬各厢认识 资深机优清洁队员共有29位 另外还有清洁队员的记忆竞赛活动 同时也办理废农药空瓶回收竞赛 优质公厕认证 环保低碳寺庙认证 以及资源回收机优乡镇考核的颁奖等等 那今天呢表扬这有意义的日子 表扬各位清洁队员 我们呢今天10月25号是清洁队员日 然后呢有29个队员资深的我们的清洁队员 还有呢优秀的清洁队员 那一方面鼓励一方面肯定 一方面呢对你们的支持 所以呢各位清洁队员辛苦了谢谢你们 清洁队员是第一线的环境守护者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 一直默默用自己的双手来守护环境 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 维护整洁舒适的环境 才有宜蘭美丽的家园 宜蘭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